爱情来得早不如来得刚刚好 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不是一时的心动 而是永远的安心 大家好,我是阿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 平淡又治愈的爱情电影 蒂福尼的礼物 圣诞节到来前夕 蒂福尼商店里的顾客 络绎不绝 杰森和女儿戴希也在其中 他准备挑选一枚特别的钻戒 向女友贝尼求婚 最后看到了一枚经典的 总统切割钻戒 当即决定将那枚昂贵的钻戒 买了下来 他想女友看到后 一定会很惊喜,很感动 他们刚离开柜台 一个男人又走了进来 他的名字叫做盖瑞 来这里的目的 同样是为女友挑选圣诞礼物 可他不像杰森那样用心挑选 甚至眼皮都不抬一下 让服务员为他挑选一个便宜的东西 两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交易 由于走得比较急 出门后还撞了戴希一下 戴希吐槽他没有素质 下一秒他就被一辆行驶的轿车撞倒在地 杰森连忙上前查看盖瑞的情况 顺手将自己装戒指的礼带放在了地上 旁边已经有一位女士叫了救护车 听到盖瑞说自己没有事 杰森这才放心拿着地上的东西离开 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拿错了袋子 此时盖瑞的女友瑞秋正在家里准备晚餐 准备和盖瑞在家里过周年纪念日 朋友来给他送食材 看到凌乱不堪的厨房很是震惊 他顾不上锅里的汤 兴奋地换上提前准备好的小礼服 让朋友看看怎么样 朋友还没发表自己的评价 他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是盖瑞的号码 可他接通之后对面的人不是盖瑞 而是医院的护士 得知盖瑞出了车祸 他连忙赶到医院 好在并没有什么大事 只是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身上有几处擦伤 躺在病床上的盖瑞 只关心自己坏掉的手机 说自己没事 催瑞秋赶紧去上班 瑞秋离开时路过前台 就看到一对妇女在打听盖瑞 原来杰森昨天回去想了一夜 没有看到盖瑞上救护车 还是有些担心就想来看看 听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瑞秋很感谢他们对盖瑞的关心 还请他们去了附近的咖啡店 聊天中他们无意间向瑞秋透露了 盖瑞准备跟他求婚的消息 瑞秋觉得很惊喜 但还是捂住耳朵 装作不知道 分别是瑞秋说了自己餐厅的地址 让杰森和戴希改天去吃饭 他也能好好表达自己的谢意 他的餐厅主要做面包 而杰森是面包的忠实爱好者 答应有机会一定会去品尝一下 回到家里 瑞秋精疲力尽 随手将从医院带回来的瑞秋的衣物 丢到沙发上 装着戒指的礼带掉了出来 虽然已经从杰森那里听说盖瑞要跟他求婚 但此刻看到盒子心里还是很激动 他一直盯着沙发上的礼带 脑子里出现两个声音 一个让他打开袋子 一个让他克制住自己 结果还是前者胜了 就在他准备打开盒子的时候 电话响了起来 他立马清醒过来 这样不太好 像是在偷窥别人的隐私 比偷查盖瑞手机情节还要恶劣 而他的心里更为纠结的是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准备好 嫁给盖瑞了 他确定自己是喜欢盖瑞的 可结婚跟谈恋爱根本不一样 此刻的他不希望带子里是个钻戒 哪怕是个溜溜球 他都能接受 杰森做好了求婚的准备 在洛杉矶工作的女友贝尼还没回来 本来说好的时间却一再推迟 刚才又发消息说要晚点才能回来 而戴希也去好朋友家做客 不能陪他吃饭 突然想到瑞秋的餐厅就在附近 便找了过去 餐厅排着很长的队伍 瑞秋忙得不可开交 顾客们很赶时间都在不停催促 杰森主动要求帮忙 他有些不好意思就拒绝了 很快手忙脚乱的他状况百出 最后只能接受杰森的帮助 有了杰森的帮忙 工作效率快了很多 等顾客都走得差不多了 两人才说上话 为了感谢 瑞秋给杰森安排了店里的招牌面包和热巧 看到瑞秋做的面包 杰森想起了已故的妻子 他的面包烤得非常难吃 却总喜欢在圣诞节前夕 亲手烤面包吃 但他是个很有内涵的人 如果非要形容的话 就是一首歌 让人反反复复的听 也不会厌烦 悲伤的事情总会让人情感共鸣 瑞秋也想起了已经离世的母亲 母亲曾告诉过他 爱的风险是失去 如今他已经体验到了 到了关门的时间 两人转身离开 杰森问瑞秋为什么学习烘焙 其实瑞秋学习烘焙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但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他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从未感受过的美好 这家店不是他开的第一家店 他的第一家店开得非常失败 他很感谢自己还有信心重振旗鼓 现在他的店火的原因不是因为东西有多好吃 而是每个东西都是他用心做出来的 用心做的事情总会有回报 杰森是一个作家 现在正在写一本书 但他的心里一直有阴影 因为他在此之前已经出过一本书 结果不能用糟糕来形容 所以他一直对自己存在质疑 瑞秋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勇气 于是他带着瑞秋去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也是自己能产生灵感的地方 他给瑞秋讲了正在写的书的内容 大体是讲一个小女孩在城市大楼间 寻找自己幻想中的朋友的故事 正说着盖瑞给瑞秋打来电话是要出院了 而贝尼也给杰森发来消息 说马上下飞机 两人只能停止这次的探讨 各自去找自己的另一半 盖瑞回来后 瑞秋在家里陪他 想尽办法 变着花样给他准备美食 圣诞节眼看就要到了 盖瑞提醒瑞秋去看圣诞节礼物 瑞秋瞬间将在原地 该来的还是来了 他找各种借口 不想拆礼物 还是没逃过去 他尽量装作很期待的样子 内心却很忐忑 打开盒子 一枚看起来就很昂贵的大钻戒 出现在眼前 这样他很是震惊 而看到他的表情 盖瑞意识到有什么不对 看到戒指直接僵住了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 说了求婚的话 没有提前做好准备 丝毫不走心 瑞秋也是稀里糊涂地答应了 事后都没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时另一边的杰森和贝尼 也在互送礼物 当贝尼满怀期待地打开礼盒 里面只是一对款式很简单的耳环 但他并没有感到失望 而是很喜欢 杰森看到盒子里的东西 震惊地语无伦次 还是戴希反应快 达了圆场 刷耳环很适合贝尼 准备好的求婚台词 生生厌回肚里 此时他才回想起 盖瑞出车祸时的场景 意识到是他当时拿错了袋子 朋友们看到瑞秋手上的钻戒 一致猜测 盖瑞不是偷的 就是抢的 可虽然嘴上这么说 还是为他感到开心 直到晚上 杰森才来到了瑞秋的店里 但瑞秋因为有事离开了 没有跟他碰上面 他没有办法 只能先回去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 找回戒指 还特意买了两张 舞台剧的票 将贝尼和戴希支走 次日他又去找了瑞秋 但没有说出真相 而是请求瑞秋 带他去见盖瑞一面 在等待盖瑞的时候 他看到了瑞秋手上的戒指 瑞秋一直在说 这枚戒指多么好看 他只能尴尬地笑笑 不知怎么回答 中途 盖瑞来了消息 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没办法见他 他很好奇 盖瑞和瑞秋是如何认识的 实际上是想要了解 盖瑞是个怎样的人 瑞秋和盖瑞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纹身店 那时候瑞秋是顾客 盖瑞是纹身师 说来有些狗血 但这就是真实经历 随后他又问起盖瑞的为人 在瑞秋的心里 盖瑞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但要说的话 一时不知道怎么表达 瑞秋说起一个例子 有一次他母亲送他的手链被弄丢 他很着急 坐立难安 是盖瑞帮他找到 连夜给他送过去 听到这里 杰森松了一口气 幸好盖瑞是个时间不昧的人 两人等了很久 确定盖瑞不会出现才离开 可瑞秋觉得 杰森不是专门来找盖瑞的 看着瑞秋期待的眼神 杰森有一瞬间的恍惚 但还是很快清醒过来 退后一步保持距离 与瑞秋道别之后迅速离开 看着杰森的背影 瑞秋觉得有些悲伤 次日杰森去找了瑞秋工作的地方 终于见到了盖瑞 而盖瑞很自然地跟他打了招呼 装作不知道他来这里的目的 在他说明实情之后 还否认拿错了东西 直到他说看到瑞秋手上的戒指 盖瑞突然变了脸色 立刻撇清关系 表示拿错东西并不是自己的过错 所以自己有拒绝归还的权利 杰森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看着盖瑞的背影很是无奈 瑞秋在散步时来到蒂芙尼商店 亮出了手上的戒指 想要领一个清理包 用来保持钻戒的光泽 服务员对这枚钻戒的印象颇深 还祝福瑞秋找到了幸福 希望他们一家三口 今后可以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后半句话让瑞秋感到疑惑 他问服务员买戒指人的名字 服务员不知道 只记得小女孩的名字叫戴希 瑞秋惊讶万分 也终于明白杰森找盖瑞的目的 在盖瑞来店里找他的时候 他并没有什么好脸色 盖瑞以为他是因为 昨晚被放鸽子而生气 丝毫没有意识到 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当瑞秋质问盖瑞 借着的来历 盖瑞知道没有办法隐瞒 说出实情 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本来打算一开始就说出这件事 可他看到瑞秋放光的眼神 便说不出口了 没有准备求婚的他 也只能硬着头皮求了婚 当瑞秋答应求婚之后 他才突然明白 他是想和瑞秋结婚的 现在即使没有这个钻戒 他还是很坚定内心的想法 取瑞秋为妻 听到他这么说 瑞秋终于露出笑容 与此同时 杰森和戴希也来到了店里 是瑞秋将他们叫过来的 瑞秋知道盖瑞的自尊心 让盖瑞离开 自己会将这件事情解决 瑞秋向杰森表达了真挚的歉意 在这件事情上 他也看出杰森是个很好的人 因为即使盖瑞拒绝归还戒指 杰森也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他 不想让他和盖瑞 因为这件事产生隔阂 为此他送给杰森 一袋亲手做的面包 这件事情翻篇了 他们也不会再有交集了 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失落 好友知道这件事情 对盖瑞的人品表示怀疑 却瑞秋重新考虑两人之间的关系 可不是每段恋爱关系 是想结束就结束那么简单的 他们一起度过了那么多艰难的时刻 他不能因为这件事就放弃盖瑞 世界上的人都是不完美的 要善于发现对方的优点 毕竟你还爱他 杰森终于拿回了戒指 可他对于求婚的事情又开始犹豫了 贝妮想着回洛杉矶生活 而他和戴希一致想留在纽约 他认为应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再进行下一步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商量 戒指就不小心掉了出来 杰森一时间紧张的不知道说什么 之前准备好的台词 只剩下一句 你是否愿意嫁给我 贝妮很感动立马点了头 商量婚后在哪生活这件事情 他也只能先放放 一切都看似回归了正轨 圣诞夜 盖瑞一个朋友的到来 让事情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 朋友的无心的闲聊 让盖瑞知道 三年前他们在一起的那个夜晚 盖瑞并不是特意找他 而是偶然碰到 这场以谎言开始的爱情 让他无法接受 又或许他的内心深处 早就有了分开的想法 这件事情只是最后致命的一击 两人大吵了起来 提出分手 就在此时 杰森一家三口来到店里过圣诞节 听到了两人之间的对话 贝妮才知道实情 所以原本发生在昨天的求婚 也只是意外 杰森想要解释 他根本不想听 转身离开 回到家里 贝妮尽量平复心情 他发现原来杰森有那么多事情 没有告诉他 比如和瑞秋晚上的见面 再比如和纽约出版社合作即将出版的新书 这些事情杰森从未提起 好像他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杰森无言以对 和瑞秋见面是逼不得已 新书的事情 他原本准备告诉贝妮 可贝妮一直对他事业上的事不感兴趣 况且他并没有信心 觉得这次一定会成功 随后他说出自己准备留在纽约的事情 果不其然遭到了贝妮的反对 贝妮直言自己回洛杉矶的决心 比他想要留在纽约还要坚定 这件事情让他们意识到 他们是没有办法在一起了 次日贝妮就回了洛杉矶 两人和平分手 戴希知道杰森当初想要跟贝妮结婚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 可毕竟是杰森结婚 两个人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而瑞秋是他觉得最合适的人选 戴希的话像是点破了杰森的心事 杰森也不准备再装下去 他托人送了一束花到瑞秋店里 上面写了字条 约瑞秋在秘密基地见面 可瑞秋正在忙并没有看到花 等到在店里帮忙的好友 看到字条告诉瑞秋的时候 已经过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瑞秋有些慌乱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应该去 他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一路上都非常忐忑 害怕杰森离开 就在杰森准备离开的时候 瑞秋终于赶到 杰森已经准备好表白的话 直接说了出来 害怕说得不及时 在像求婚的事情一样出意外 他和瑞秋算不上了解 他们之间的沟通 甚至只有书和面包 但他要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 他的想法就是要和瑞秋在一起 而这几句话足以打动瑞秋的心 因为瑞秋也是这样想的 一年之后的圣诞夜 瑞秋的餐厅里开启了派对 而杰森也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 精心准备了一场求婚仪式 好友和顾客都为他们狂欢 在遇到瑞秋之前 杰森大概觉得自己没理由不去喜欢贝尼吧 但是自从邂逅了瑞秋 有了一次交谈之后 他才发现自己的心灵需要的 其实并不是脚好的容颜 或者傲人的身材 而是一份情绪的归属感 而瑞秋有自己的爱好 也有自己的事业 跟盖瑞因为一个误会走到了一起 整个相恋过程是盖瑞一直在欺骗 但是瑞秋的心思 更多的放在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上面 对爱情不抱有希望 觉得所谓幸福就是如此 所以才觉得爱情寡淡无味 直到遇到了男主 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灵魂 但是安分守己的他觉得 那只是一个短暂的悸动 不应该影响自己的人生道路 当他们知道对方也喜欢自己的时候 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走到一起 爱情就是爱情 遇到灵魂相通的人 就像看到一枚大钻戒闪耀在眼前一样 真的会不受控制的心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一定要继续关注阿易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 等着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